嗨 大家好 我是立慧 我又回来啦 家里有老人啊 或者是有小孩子的妈妈 在这段疫情期间大家不断的在消毒 不断的在杀菌 尤其是小孩子 因为他们很喜欢摸这里摸那边 然后摸到了他们就放进嘴巴 摸到了就放进嘴巴 就是把所有细菌放进嘴巴里面 所以妈妈呢是非常的担心的 对不对 所以到底要怎样选择一个 可以让妈妈安心的消毒剂呢 之前我已经跟大家解释过就是 消毒剂里面的成分跟它的作用 所以今天就会跟大家介绍一款 就是日常也可以使用的消毒剂 很多人不懂消毒的意思 就是消毒 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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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什么是消毒 消毒的话就是指沙子 或者灭活那些微生物 灭活就是inactivate 就是让那些微生物没有这样活跃 然后理想的消毒剂其实有几大条件 第一个就是它要对表面没有腐蚀性 不可能你一碰的话 就是你的那个桌子直接烂掉这样子 然后必须对表面接触没有毒 而且一定要有效 不可能你喷一个急摸这样子 喷一个浪费 然后还有就是要在短时间内消毒 不可能你喷了 然后你要等一两个小时 然后它还没有杀死那些细菌 所以Acilia呢 是一款五酒精食品级的消毒剂 现在它已经推出了加强版的 Mac Safe Plus 同时提供一秒消毒 加24小时全天抑郡保护的双重功能 这款里面呢 最主要成分是Hypochloric acid 其实Hypochloric acid呢 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的人体中 然后其实它是由我们的白雪球所制造 然后用于对抗那种外来物啊 或者细菌的那种防疫的功能 这个Hypochloric acid呢 它会侵入那个细菌里面 然后分解细菌的细胞壁 就是它的墙壁 因为如果一分解了 然后它里面的东西就不可以存活 因为没有保护帐了 而且全部东西就会流出来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科技的发达 然后还有那些制造业 所以现在Hypochloric acid能够被广泛的使用 然后被大量的生产 而且有更长的保质期 所以它们才可以大量的生产 这个产品中的第二个成分是Zinc Ocide Zinc Ocide殺那个细菌的方法 就是破坏那个细胞膜的那个完整性 然后降低那个细胞表面的酥水性 然后造成那个细菌没有办法再继续活下去 第三个成分是Didinium Diocide 其实这个二氧化态呢 作为那个抗菌剂已经几十年了 并且它是用于那种制造业 然后还有空气跟水的那个净化的材料 它的作用呢就是由光来催化 所以它被认为是破坏那些细菌 或者微生物没有害的方法之一 而且是对环境非常的友好 Zinc Ocide跟Tidinium Diocide呢 都是被公认对我们的人体没有伤害 然后而且也是没有刺激性 也不会造成我们皮肤的敏感 所以这份报告可以看到它们是 一秒可以差超过99.999的细菌 然后并且在接触24小时过后 还可以有效的减少超过99.999的细菌 因为小孩子真的是这一秒动这里呢 然后下一秒就送进嘴巴 不然就是整个在那边吃那个玩具 还是门把那些 所以用一个快速杀菌 而且有持久的那种抗菌作用的那个消毒剂 对父母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 这样子也可以让父母安心 而且这个Acelia Max Safe Plus呢 它也不含酒精 成分都是使用食物等级的材料制作 所以如果对酒精敏感的是一直要做家务的妈妈们 就可以放心的使用 它也没有刺鼻的味道 然后对皮肤也不会带来刺激跟伤害 然后还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比如说门把啊 每次开关的地方啊 或者那个手推车那边 所以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老大讲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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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